放我来 放我 funky 你要干吗 我不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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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好一点 你能不能轻一点 走来 能不能好好的 我不回家 一 三 五 结婚证 什么 男女同住需要出示结婚证 大哥 这都什么年代了 登记房间还有结婚证 上个星期刚刚接到的通知 男女同住必须出示结婚证 理由呢 制止非法同居 保护妇女权益 打击卖淫嫖娼 维护社会治安 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不许可就是了 一大都不许可 许可 去拿木颅证 再加东西 出示喷的 硬帐 入侵入了 奶奶 我的骨子快立不起来了 这颗骨的颜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生活吗 红色就是我 我就是咱们家的太阳 蓝色就是你 你有天空一样的怀抱 绿色就是毛毛 是我们俩的未来 今天看见这个东西好极力啊 原来你是在思考啊 我还以为你在思春呢 我就是在思春 那你先陪我撕个香呗 你要带我到哪儿去撕香啊 这好冷啊 就是这儿啊 你老公是安徽人 你现在是安徽的儿媳妇 可是你一次都没去过 所以我要带你看看老家的样子 有 你老家就这个样子啊 我家门口也有一条河 小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跟着我爸爸在河边捡石子 一点就可以捡一整天 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我妈就会扯着嫂子喊 包有云 包佳明 回家吃饭啦 妈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回老家 你爸妈不还说了吗 让我们俩回家办结婚业 妈 妈 包佳明要结婚啦 你们高兴吗 妈 妈 我要结婚啦 我想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要跟你过一辈子 包佳明 我要跟你过一辈子 包佳明 我在这儿呢 我知道 我爱你 有回生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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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爱你 回生太小时候我真心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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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愿结尾呼吸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共同监 为您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愉重 上校屋 下校屋 不敬不爱 不信不灭 不量不让 相濡以后 钟爱一生 今后 无论顺境匿境 无论富有贫穷 无论健康疾病 无论新春年老 我们都风雨重舟 患难不够 同甘共苦 成为终生的伴侣 现实人 我报家 现实人 李小强 等我以后有钱了 一定给你买个大的 不用 我就喜欢这个 你的手长得真好看 我哪儿长得不好看 那等你以后挣了钱 都要把钱交给我 咱们家以后我来管钱 那不行 钱必须我来管 不行 钱必须是我来管 凭什么 因为 因为你比我小 一个家里面都是姐姐管弟弟 对吧 你现在不是我姐了 你现在是我老婆 就应该老公管老婆 那我平时给你零花钱 你也可以存点私房钱 我也可以给你零花钱 你也可以存点私房钱 我不 我不要私房钱 我又不是个男的 我又不出去干什么 我这辈子就管着你跟毛毛就行了 你是不是找了一个比你小的弟弟 长得又那么帅 你没有安全感 不是 这就是 我后悔了 就是没有安全感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都灵了 我告诉你 你想要有安全感 就得让我管钱 包家明 滚 我不 不 谁管钱 我管钱 谁管钱 我管钱 谁管钱 我管 谁管 谁管钱 她睡着了 她晚上睡哪儿 她晚上睡哪儿 她晚上就睡这儿 她不是睡那个小床吗 她白天睡那小床怕掉下去 她晚上一直都是跟我睡的 那今天晚上她应该睡小床吧 好 那我把它抱到小床上去 好 好了 好了 准备好了 嗯 你干嘛 我脱裤子 你脱裤子干嘛 你把味道都扇到我这儿来了 冲吗 嗯 要不我开会儿窗户 别开窗户了 味道一会儿就散没了 你先进来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嗯 要不咱俩一块儿脱吧 你先脱 一块儿脱公平 我说一二三 一二三 二三 你又放屁了 你晚上吃什么了 我吃了跟你是一样的 我吃了跟你是一样的 别动 你脱了 我脱了一半 你先穿起来吧 你先穿起来吧 学校吗 就晚上别坐了 再来睡觉吧 好 阿姆 我们明天晚上再做吧 嗯 来日方长 老公 这样行吗 如果明天早上起来 是晴天 我们俩就做 如果明天早上起来有雾霾 我们俩就不做了 那你希望明天是晴天还是雾霾呀 我不知道 你呢 今天你做了我的新娘 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婆 我是因为爱你我才娶你的 哪怕你比我大 你结过婚 哪怕你生过孩子 我都不在乎 我既然爱你 就会爱你的全部 我是爱你这个人 才决定要跟你在一起 你懂吗 别哭了 别哭了 傻瓜今天是新婚之夜 来 咱们说好每天晚上得做的 要新手承诺 我会尽量 你都不在乎 我会尽量 你会尽量 这么多的 你会尽量 我会尽量 哪怕 还可以尽量 你 那怕你 你会尽量 我会尽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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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您好 这个桃花潭水深迁词 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是我家 好可爱了 来 来 来 桃花 桃花要睡觉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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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啊 你母亲真好啊 我们家方方八字还没一遍呢 那给你抓紧了 妈 将来我生个女儿 跟她们攀亲家好吗 好呀 你赶紧结婚生个闺女 来 来 来 大家就坐 来 来 坐下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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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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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来 谢谢大家 来 恭喜 恭喜恭喜 来来来来 我说两句吧 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毛毛的白日夜 首先我谢谢阿婆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一家 祝你健康长寿 活到一百岁 谢谢 我也谢谢张阿姨 如果没有你 我今天可能还做不了妈妈 方方开心 别笑 我的闺蜜 永远的闺蜜 谢谢小管 你辛苦了 我们来日方长 感谢我爸 人家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我爸这么多年又当爸又当妈 放心吧老头子 我跟家明都会孝敬你的 最后感谢我的老公包家明 终于轮到我了 一千万此生无悔 谢谢 这帮你干的 我干了 我干了 来来来 这帮你干的 来大伙一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来 我的手机啊 该谢的呀 小强都替我谢了 我这个人 不太会说话 我敬大家一杯 谢谢大家 好 实在对不起 我啊 接到返聘 当保安顾问呢 晚上还有事 我得先走 对 吃好喝好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好喝好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 我先走 爸 姜妹送你啊 都别动 都别动 姜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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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招待客人 再见啊 再见啊 别去打电话啊 我 我 我喂你 快吃 我要非常正式地敬你一杯啊 我先把我的衣服穿上好 那个 你是我媳妇的闺蜜 这么多年你都一直关心她 帮助她 我特别感激你 所以我要好好敬你一杯 等一下来敬我啊 我问你啊 邦嘉宁 你那个死党那个叫小熊妈 她那个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怎么回事了 她现在不在 但是我很感激她 我想敬她一杯 你就带她喝一杯 行吗 好呀 你喝就喝谁喝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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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走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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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江姐 对不起啊 妈 这种事怎么可以撒谎呢 这家明啊也太不懂事了 是的呀 这下小江姐肯定会色不了的 但是他们都好好的说话 别闹出什么事了 就是啊 这下小江姐肯定会认识 这下小江姐肯定会认识 这下小江姐肯定会儿 你阿姨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儿子 但我绝对不知道你是一个好导演啊 居然找这么两个人过来 他们两个怎么了 他们两个挺正面的 他们直言好人 我也没觉得他们给你们丢脸了吗 不 老婆 对不起啊 邦家明 最对不起的 应该是我 你 你太无法无天了 父母你都可以是假的 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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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江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姐姐把这个小熊当场给抓住了 我们还真不知道 我们家邦家明居然会和你结婚 也不知道邦家明居然会去偷户口布 你说 是不是你背后指使他的 是你这个坏女人 让他变成坏男人的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做的 找假父母 偷户口本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跟他没有关系 邦家明 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 当初你为了那个都督 闺蜜心巧 你 你们两个人私自就跑了 一跑几年父母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不知道吗 我们天天在为你担心 你现在更上一层楼了 你结了婚你都不告诉我们 你还去找人假扮你的父母 你是不是白眼狼啊 让所有的人都进来听听 让他们听听 这是你做儿子 你该做的吗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 妈 你能不能别泄似底里的 我能 可不可以正常交流 我可以 你真是我儿子的话 你今天就跟他离婚 跟他分手 对 分手 分手 快走 分什么手啊 我都刚领证了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说到法律保护呢 我能说几句话吗 不能 不能 你妈 你是谁啊 你和我们家没有关系 你出去出去 妈 你给我出去 快出去 你赶快出去 给我回来 我先告诉你们啊 她现在是我老婆 她为什么没有资格单在这里 那你说 你是要这个女人 还是要我这个妈 我的妈呀 我来替你回答 如果你要选择她 那么我们就断结母子关系 我余阿彩要强了一辈子 今天是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阿姨 我能说几句话吗 你叫她妈 你别叫我妈 否则 我一头撞死给你看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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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明 你怎么才这么一个忙 你能让她死吗 佳明 姐 余生成 你算什么东西 你结过婚 你还有一个儿子 你比我儿子成成大了六岁 我不同意 你要是真的爱我儿子 你今天就跟她离婚 你跟她离婚 你跟她分开 你让她回家 姐 否则的话 我真的撞死给你看 你 姐 你 姐 够了 你要真撞的话 你都死了多少回来 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 你想把你儿子 逼到什么地方去啊 你今天要是再这样 我永远都不回家了 对不起 在没有得到你们的同意之前 我跟你儿子办理了结婚手续 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 都是我们做的不对 但是婚姻不是二戏 我们俩已经结婚了 不管在你们的眼里 我们俩是多么的不般配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不能说离婚就离婚 你们很长时间没见了 好好说会话吧 我先走了 你们住哪儿啊 不要你管 要不要我给你订酒店 你不是我儿子 我不要你管 江明啊 对不起啊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买单 俞小强这个女人太有定力了 我撞墙这招都用上了 还是不为所动嘛 不过俞小强呢也没有说错呀 人家现在已经领了结婚证书了 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这是政府给他们的证书哦 你一撞墙 他们就离婚了 你还搭过政府了啊 我看出来了 鲍家明已经被这个女人 紧紧地捏在手里了 那怎么办呢 要不明天我们再去一趟 不不不 你不能再出现了 你的套路已经失灵了 这样吧 明天呢 就让我带着 家明的舅妈姑妈一起 用我们的套路 来把这个女人搞定 说得对 家明现在已经出现了 我就不能轻易地放手 我不能让俞小强这个女人 把我儿子捏在手里 嗯 嗯 嗯 对不起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也看到了 我也理解了 我也理解了 我全都懂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我知道什么叫善意的谎言 只要你爱我就足矣 只要你爱我就足矣 小强 叫媳妇儿 叫媳妇儿 媳妇儿 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老公 老公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爱你 我爱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懂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也不需要别人懂我 只要我们两个人能相互依赖 彼此信任 我们俩生活的幸福快乐 就是对老人最大的消水 所以从明天起 我会跟你一起面对 以后的日子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人 一定要 共同面对 不离不弃 腓 aesthetic 老家民 妈 你怎么来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吃早饭 我想跟你聊聊 你吃了吗 我吃了 房卡呢 你去房间等我吧 昨天晚上闹那么凶 一大早就来找我 这不像报家名 估计啊 就是那个老女人背后 只是她这么干的 那我们先去找余晓强谈 还是先跟家名谈 既然她已经来了嘛 当然找家名先谈喽 是啊 管她是不是 那个老女人指使的 说不定啊 家名回心转意了呢 回心转意 她是我儿子 我了解她不可能 她是来做我思想工作的 好好好 阿财 这样 我们去找那个女人谈 然后你跟家名那好好谈 不过你要记得 你不能再装墙了 你换换套路好 好 好 我知道知道 妈 你怎么那么快 就吃完了 你吃点苹果吧 怎么知道我们住这儿 我问的舅妈 昨天晚上我已经说了 你不是我儿子 你也不用来认我这个妈 妈 你消消气吧 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气 我今天特意请了假 过来陪你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带你出去逛逛 爸身体现在好吗 好 就是想你 想死你了 包家民 你 你是不是人哪 你坏死了 你是不是人哪 你要气死我呀 一跑跑几年 找没找不着 好 找着了就结婚了 结婚就结婚吧 还敢这么个女人结婚 你是冤家呀 偷战鬼气死我了你 妈妈妈 你先别激动嘛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离家出走 我也不应该瞒着你们 就和别人结婚 可是余小强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是一个好女人 我不管她是不是好人 反正啊 结过婚 带个孩子还比你大 就这一点 我永远不会同意 你想都别想 不可能 好妈妈 你先别说了 你看你又激动了 你先吃点苹果吧 我削了好久了 吃完以后 我带你出去逛逛 你难得来一趟上海吗 我说 这房子你说 你说这么小 还不及我们老家一个厨房 余小强啊 看见佳明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面 我做姨妈的心都裂开了 更何况她妈妈 她怎么会同意你们的婚姻呢 佳明啊 真是瞎了眼了 放在老家这么大的房子不住 住这大城市有什么好啊 空气不好 人又多 吵都吵死了 小强啊 我作为女人挺佩服你的 你还真有本事啊 带着别人的孩子 居然让佳明来娶你做老婆 你是不是就想给孩子找个爹呀 佳明自己都还是个孩子的 怎么去给别人当爹呀 想想我的心里头 我听说呀 小强 你比佳明大六岁吧 是的 这就叫六冲 六冲不好哎 对啊 冲着冲着 一家人就冲散了 你知道吧 六冲也可以转为六合 势在人为 你们可不可呀 我给你们下几个汤圆 我自己包的 不用 不用 不吃 那你们现在是要走吗 没 没 没说要走啊 我 我们话还没说完呢 那不着急 边吃边说 我很快就弄好啊 我 这看上去 好像是上海的老洋房 还不错嘞 这是租的 你给我坐下 急踪心思 对 知道吗 知道吗 妈 小强说这家店的衣服特别适合你 你喜欢吗 是他让你带我来买的 他以前做服装生意 和这家店的经理认识的 他说你可以随便挑 好 你不知道啊 这个衣服呢 进入商场 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利润 这认识人了就好办吧 你懂的啊 我不管什么四十啊六十的 反正啊 他让买的我就不买 我让你买的 你让我买的也是他让你带我来买的 你们这叫什么 糖衣炮弹 我不吃这一套 不要 妈 对不起 您是报家明先生吧 我是 我们张经理刚才已经打电话关照过了 这是我妈 阿姨 您气质可真好 我们店的衣服随便挑 谢谢你姑娘 也谢谢你们张经理 这儿的衣服我一件都不要 阿姨 我们给您打五折呢 我们店的VIP都没有这个折扣 打几折 五折 五折那我就挑两件 小强 你这个汤眼的馅儿啊 真的挺好吃的呢 最主要是芝麻馅里的那一口猪油 余小强 你别说 你还信言挺多的 不是有句话吗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就得抓住男人的胃 你真厉害 是的 嘉明说他就喜欢吃我给他做的饭 这样还是老的啦 余小强 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没什么本事了 那嘉明到底喜欢你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嘉明说 他看不见我心里就不踏实 他跟我待在一起就很开心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有的时候啊 人是讲究缘分的 我不相信缘分 那有时候还有缘无分呢 余小强你想过没有 我们嘉明长得那么帅 还比你小六岁 他现在娶你做老婆 可能是一时冲动 你终有一天会人老猪黄 那时候我们家嘉明会离你而去的 你怎么办 你想过这个后果没有啊 我放他走 姨妈 姑妈舅妈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放他走 但是如果现在嘉明 愿意跟我待在一个屋檐下 我也一定不会让他走啊 一会儿我要看看我的孩子 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 你们现在也可以走了